《坦克的诞生》 对于西方的先进事物,日本人历来了于学习。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,坦克就被出现在了日本。 毕竟没有经历过一战的洗礼,日本对坦克的理解远距离欧洲,同时长期与弱迪交战,再次到前进决定战争胜负的呼喊声中,日军坦克取得过辉煌,但也冒出了不少笑话。 随着机枪、冲锋枪等自动武器的出现,欧洲各国对骑兵的存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 最终因为坦克的出现,大家都倾向于让骑兵部队机械化,从而继续发挥作用。 日本领舰坦克,也是为了打造机械化骑兵部队,后来才转到步兵的。 日军进口的是英国维克斯A式中型坦克和奥斯丁装甲车,但骑兵经过多方试验,给出的结论是是梁华战车军太笨重,根本不适合亚洲战场,要求为骑兵研制国产履带式战车。 当时日本步兵的坦克部队也才刚刚建立,只进口了英法的坦克用于训练,没有辅助车辆。 日本陆军技术本部决定综合双方的意见,设计兼故装步兵和骑兵需要的轻型装甲车。 英国维克斯公司在1926年推出了一款叫塔登洛伊德的轻型装甲车,两年后又为其装上了机枪。 日军认为,该型装甲车既有防护能力,又有攻击力,时,机上就是一款超小型坦克,于是,委托东京亚斯电器进行仿制。 由于结构简单,两车很快被制造出来,并通过了东北的耐寒测试。 日本陆军对其各项性能指标都非常满意。 装甲车定行在1934年,即天皇2594年,按照日军传统命名为94是装甲车,94是装甲车长近3.1米,高1.5米,最高时速45公里,可爬45度的坡。 最初配发部队主要承担指挥联络和侦察任务,但经过实战后发现他们很多时候,不需要签名即刻投入作战,有时甚至可以支援步兵作战。 所以,日军仅在1935年就生产了300辆,1937年又组建了13个独立的装甲车中队。 全面抗战爆发后,日军在中国战场,投入了100辆左右的94是装甲车。 最初他们仅被用于配合80、90坦克,执行辅助任务,然而除了东北军,中国大部分军人都没见过,也不知道坦克为何物。 看到装甲车冲上来纷纷半疯而逃,攻入南京城下的94是装甲车,看到94是装甲车有意想不到的作用,又驾至日军坦克匮乏,干脆就把94是装甲车当坦克使用,从卢沟桥开始。 上海、南京、台儿庄都有它的身影,因此,人们才将其成为94是坦克,中国军员也不傻,几次交锋下来就发现了94是坦克。 坦克只是看起来凶猛,其实就是个纸老虎。 它所装备的91是轻机枪,就是日本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来吧。 此的改装版,完美地继承了十一年式的所有缺点。 机枪守在车上不能连射,只能点射,故障率极高。 除了火力不足外,94是装甲车钢板薄处只有6毫米,不光中国军队的任何一门火炮都能将其击穿,而且靠战前。 南京金陵兵工厂,就能生产出动穿100毫米钢板的7.92毫米钢鲜子弹,产量每月还高达7万发。 克服了对坦克的恐惧之后,中国军队对付94是坦克的手段也多了起来,除了用火炮和穿甲弹,两三颗极数手榴弹,或是土质炸药包,也能将其摧毁。 台湾装战役时,甚至出现了地方名团俘虏94是坦克的战绩。 装甲车毕竟不是坦克,至军后来陆续用95是坦克将其代替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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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